彭夏大哥 再过半年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就直接诉诸选民 就是说拜登太软弱了 拜登让战争发生 才会造成那么大的通膨压力 所以他也在动员 在美国内部反通膨 对于执政当局不满的选票 是的 当然这个是川普的选举语言 你看川普 过去那四年 他做了多少 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情 为人所不敢为 因为他是个非建制派 建制派的政治人物 不会这样做 第一个 2016年12月2号 他跟我们的蔡英文通电话 不要看啊 电话讲十几分钟 这个可是美台断交以来 不要说美台断交 美台断交以前 都很少有的 破纪录 那他说 哎呀你这不是 他踩了中国的红线吗 他差不多没在插入 然后到了2018年 3月22号 签署备忘录 指控中国偷窃美国智慧财产权权 和商业秘密 要求美国贸易代表 对中国出进口的商品 征收高额的关税 并设定其他贸易壁垒 以迫使中国改变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他不想跟你牢蛇啦 谁敢发起美中贸易战 川普改他做了他想做对不对 你看这一次啊 连德国总理到中国去都一样嘛 你做的太过分了嘛 2019年9月 前面是18现在19啊 他宣布要在墨西哥边界建立一个川普墙 他自己命名叫川普墙 边界足高墙 你看到现在啊 包括很多中国人啊 论论到啊 中南美洲去 然后啊 爬 爬到美国去 啊 你看川普 这是决定对不对 他不但宣布做 而且他本来说要做两百 七百二十公里到八百公里 但是当他任期结束 他做了六百四十七公里 没有完成 那个没有完成部分 现在就成了漏洞 啊 所以谁对谁做 嗯 好 在2019年是 2020年 1月3号 川普下令 啊 在人 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 急杀苏莱曼尼 啊 这个圣城旅的 这个极端的 这个领袖 嗯 伊朗的 嗯 他就来杀了 啊 然后他公安讲 但很轻松的讲 啊 因为我怀疑他 会攻击美国大使馆 嗯 就这样子 他就没办法 结果怎么样 嗯 伊朗对美国在 伊拉克的基地 打了17枚的飞弹 嗯 结果只造成了轻微的损伤 因为都没打准 嗯 也是做个样子 好 我们稍后回来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您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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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